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环节是我们的互动环节 在你面前的这三位 可以说祖籍都是在 吴桥啊 苍州这一带 我们请他们三个上来 好不好 可以 田田 陈老师 还有余老师 先点评一下我们的这位挑战者 刚才在看咱们选手表演 大多数的动作是一些平衡技 这种平衡 实际上说起来简单 就是只要让他的重心 放在支持的手里内 说起来简单 那是第一个动作就吓着我 就是他反曲的过程 我们发现 你来一个 刚才他刚才做反曲动作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是什么呢 就是他实际上手支撑 看上去在他身体的前半部 就是你横着看的时候 腿伸出去的远 实际上这个平衡很难掌握 他那个手一定在这一刻 是在他的重心的位置上 那个动作非常难做 刚才我们挑战者 那么多的动作里面 每个人自选挑一个 挑完才能下去的 我待会今天裙子 我觉得我这个颜值担当 就肩负好我的使命 那个我们就逐一验收了 这太简单了 这个更简单了 这一点问题没有 这太简单了 哇天哪 这手已经齐腰了 你真正在一起 就变成反对 这个不错 但你怎么在一起 不错 你怎么在一起 你怎么在一起 能不能什么 你怎么在一起 你怎么在一起 但是你怎么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在一起 然后我好像在一起 你怎么在一起 你怎么在一起 我现在这样 就可以了 这种不错 对嘛 这就送给三位好不好 特别精彩 真的很精彩 可听说啊 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他除了苦练杂技 专业二十年之外 他还把年轻人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揉在其中街舞 对不对 自己比较喜欢 当时我记得 我父亲是一个传统的茶几艺人 从小教我们的时候都比较 就是可能更过于传统 比如说我亮相了以后 抬头撑手 这样子一道具都是机械化的感觉 然后我自己呢 有时候没事喜欢在网上看一些舞蹈的东西 比较喜欢街舞 街舞里的哪个舞种 就是这种 哇 机械舞哎 哇 上来一段呗 好不好 来一段 简单的嘛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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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了多久 七天 跳了七天 对 然后我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 它肌肉里面 这个popping里面有一个就是肌肉的震动 肌肉暴震 对 然后就是小臂的 那你跳了七天感觉跟我跳了八天的 也没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呜 呜 哇 呜 呜 可以啊 帅 帅 啊 这样啊 哈哈哈哈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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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就这样 啊 跳多了就不值钱了 哈哈哈哈 本来就会两招 啊 心情还不错 对 我心情都比较积极乐观 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从小给我们灌输的一个 是 就是比较积极乐观 是 父亲是我的老师 练习杂技跟随父亲嘛 也是我启蒙的练习杂技 教我这份记忆 最早的时候 跟随家人在街头卖艺 然后再到一步一步的很小的舞台 一步一步走上 全国各地倒置演出 365天都在外地 每分过节过年的时候 我都在外地演出 当别人在跟家里面团聚的时候 我们都在全国各地演出 大年32日的晚上也在演出 这就是学习这本记忆 然后做演员 就要这样子演出